大家好,我是小安,在座的各位手机用户们,你们是不是经常会有着这样的困扰? 为什么现在的智能手机耗电量如此之快呢? 拿我们自己手机为例,不管你用什么品牌的手机,只要关掉这个开关,相信你会发现电池的耗电速度明显减缓。 关闭这些开关,手机续航能力增加一倍不止,建议收藏。 手机电池续航一直是广大用户非常关注的问题。 在过去的几年中,随着智能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,屏幕越来越大,电池续航时间却没有实质性地提升,成为让人头疼的难题。 很多人都在焦急地寻找能够延长电池续航的方法,而今天,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法,不仅简单易行,而且效果显著。 现在所有类型的手机,只要使用久的话,那么电池的续航就会降低。 而这个主要的原因,就是电池损耗的问题,只要是一件物品,就总有它消耗殆尽的时候。 以前我们的手机,基本上就是一天一充就可以了,但是为什么现在的手机,基本上一天就要充上好几次呢?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,最为主要的,因为现在的手机功能越来越多了,导致对于电池的使用也越来越大,那有没有方法让手机的续航变长呢? 其实答案是有的,那么今天小编就来告诉大家,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如果增加手机续航的方法。 一安卓手机为了管理APP,给APP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权限,其中在权限中有一项叫做后台弹出界面的权限,一定要关掉。 像某些不老实的软件,比如某CC,经常会在后台自动启动APP,然后利用这个权限的漏洞。 当你正在使用其他APP的时候,将广告进行全屏弹出,然后引导你点击广告,跳转到自己的APP,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广告收益,并且给自己的引流。 只要你关掉自启动和后台弹出界面开关,流氓软件就无法通过全屏弹窗的方式骚扰你了,手机也就不会造成卡顿和发热了。 二,我们要在移动电话上找出应用程序的开机管理。 在手机管家功能中,您可以通过手机开机功能,查看手机开机管理功能。 其中一些程序可能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,甚至有些程序你根本就不会用。 当你的电话系统被打开的时候,你的程序就会自动地工作,并且会耗电,所以你必须关掉它们。 通过这种方式,您可以有效地保存您的电话的电力。 三,选择应用启动管理。 打开应用启动界面里面,就可以看到我们手机上面所有的软件了。 那么这些软件啊,我们会发现默认情况下,都是自动启动的。 就是说,我们的手机启动之后,就会跟随着手机一起启动,并且在后台运行。 那么这样呢,无疑就会出现手机耗电快,以及占用大量运行内存,从而出现越用越卡的情况了。 那这里边呢也有提示,我们禁止应用后台活动呢,可以节省电量。 所以呢,我们把这些不需要启动的应用都关掉。 因为这些应用啊,大部分都是我们从手机买来之后啊,就根本没有使用过。 或者呢,大半年才只有使用一次的,但是它们却一直在后台运行。 所以我们关闭之后,就可以解决手机耗电快,越用越卡的情况,手机速度自然就会提升了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制作视频不容易,麻烦您动动发财小手,帮我点个赞,关注支持一下。 谢谢大家了。 4.GPS定位 有些手机里面显示的是位置信息。 大家都知道,像是使用高德地图,百度地图,腾讯地图,或者是叫一辆网约车,骑行共享单车的时候,都需要开启GPS定位。 所以这个开关,系统一般都是默认开启的。 但实际上,你可别小瞧GPS的耗电量,如果平时不使用它,最好还是关闭掉。 而且长时间开启这一功能,也会把我们的个人隐私信息泄露给一些手机APP的系统后台,大家最好是要多加防范的。 5.蘋果手机的应用在被切换到后台之后,它就处于的关闭的状态,是不会产生耗费流量或者电量的。 不过后来才知道,就算是被切换到了后台,它的被动关闭状态只是暂时的,因为它会在特定的时间段自动刷新应用。 关掉之后我们返回去,其实我们的软件用完之后,你以为都关闭了,其实都在后台运行,这很浪费你的电量。 这时候,我们需要将它一个个的滑掉,这样的话才让软件彻底的关闭。 6.通知和广告,手机下滑都会有通知栏,我们能够看到各个软件的各种推送消息。 这些消息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,那如何才能去除呢? 首先能打开手机的设置,点击通知,可以看到很多软件它都是开启通知状态的。 我们需要一个个点进去,将它关闭掉。 刚开始我们下载软件的时候,通知它都是开启状态的,所以平时弹出通知消息的时候,手机就会亮。 那我们的手机电量就会悄悄流失很多。 其实,大家可以将自己不感兴趣的消息通知都给关闭掉,这样就能省下很多手机电量了。 7.一般新手机,都会把系统和软件的更新设置成自动更新。 当然大都是在有WiFi下自动下载以及夜间安装,这里也建议大家关掉。 操作方法,设置,系统和更新,软件更新,进入后关掉自动下载升级功能,以后需要的时候,自己手动更新即可。 以上这些方法适用于电池健康度较好,且续航能力稍弱的手机。 如果你手机的电池健康度低于80%,且已经用了两三年了。 8.锁屏画报 首先来说,我们的手机在锁屏的时候,每次按电源键,桌面上就会有特别漂亮的图片来给我们展示观看。 我们在向右滑动手机屏幕的时候,会有更多好看的图片,这些图片会在后台偷偷地耗电和消耗我们的流量。 所以需要我们关闭这些功能,现在手机续航能力真的很重要。 谁也不想刚出门就要担心,手机还有没有电的问题。 而对于手机耗电问题,大家关闭这些功能后,手机电池耗电会大大降低。 对此,你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下方评论留言一起讨论哦! 喜欢的话,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!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,我们明天视频再见!